最让马柏欣产生危机感的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被江湖人称天选桑岩的延安 桑岩是近江名著男红的第一男主 作者笔下的他身高187 鼻梁高挺 长相帅气 家境优渥 而随着男红姐妹篇偷偷藏不住的影视画 实在是饰演桑岩的最佳人选 一夜间成了书粉们讨论的焦点 因为目前选出的桑岩饰演者马柏欣 看上去和原著并不太像 直到延安的照片出现 不少一男品的书粉 突然有了新的段餐 延安身高187 长相帅气 就连经历也是分只有小说人物的特质 她是中国上海人 但出生于日本北海道 后来又在韩国首海出的道 而比经历更加像小说男主的是延安的家境 延安的父亲来自北京 是一位音乐家 而她的妈妈只是上海人 是一名琵琶演奏家 我妈也是搞琵琶这个专业的 琵琶是在传统的民族乐器里面 其实说实话是最难的音乐器 至于如此在音乐氛围里长大的延安 从小就对这种乐器耳濡目染 小时候还学了很久的二国 靠着不俗的能力 她于2014年年末参加了剧部的海外选秀 由此进入公司 因为有基础又勤奋 外加外型好 所以延安仅练习了不到两年 就成功出道了 而她所在的团就是Pentagon 当时的延安还为此兴奋不已 觉得自己出道的很顺利 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回的顺利结束后 未来会有那么多不顺 Pentagon出道没多久 对内成员就公布了跟一位大前辈的恋情 不仅脱粉无数 也让这个团在严苛的含语 元气大伤 紧接着延安自己又跟身体问题 暂住了一切活动 来回这动几次后 原有的曝光率速减 粉丝量也开始下跌 只能说对于一个偶像而言 出道远远不是终点 当突遭混货延安 担心自己连累文俊辉时 文俊辉却却只对她说了一句 比起节目你更重要 这令所有人 就心里母出自2018年的一档音乐真人秀 当时互少韩团的中国成员 都回国参加了这个节目 Cube旗下组合Pentagon的成员 就是其中一员 一开始延安表现得十分积极 特别努力地去展示自己的舞台 谁知录制过半时 他突然满脸憔悴地 找到了自己的搭档文俊辉 挣扎许久后 延安终于说出了心理话 他想退赛 推出的具体原因 延安并没有直说 但观众却心脏不轩地 想到了两个人 炫亚 金小忠 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 炫亚公布了自己和金小忠的恋情 给这个眼看着有点火的镜像的团 来了当头一棒 所以成员们在那段时间 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各种影响 可归根结底 文俊辉是无辜的 延安团内的事 造成的后果不应该由他承担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俊辉 虽然产生了担忧 但不是担忧自己的比赛成绩被影响 而是担忧延安此刻的状态 于是文俊辉立马告诉延安 自己不怕被他影响 但如果他坚持要退出 自己也支持他的决定 比起节目来说 你更重要一些 当令人动容的是文俊辉 安抚好延安后 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 他可以先缺席一期 但不要把话说得太死 这样到时候想回来 可以随时回来 在分乐里乐圈 能遇到这样一个 为你全身心着想的人 也算一见幸事 不是所有文过语的人 都会给别人打散 但送你机会 这是2019年跑男的最后一期 这一期的主题是 让常驻们邀请一个好朋友 一起来录节目 而其他常驻邀请的好朋友 不是景国然这样 耳声能详的演员 就是陈立农这种 软染生气的内鱼嬉星 但送你机去邀请了一张 对内鱼而言 十分陌生的面孔 面孔的主员 名叫延安 是送你机的同名师兄 那和他们团 一直离大火插口气 所以知名度不算高 可当时的师兄 混得有多惨淡 但送你机混得就有多光鲜 当时的送你机出道没多久 就靠故人的综艺感 和不足的实力 成了中韩两地 都大火的人气新星 他在队内文区人气第一 在队外被导演选中 参演国民综艺跑男 但风头正盛的他 却邀请了在内银 名气不大的延安 延安一出场 送你机就特别细心的 在大家面前 夸了一顿延安的外形 我今天带我延安哥哥来 是有目的的 延安哥哥有一个外号 叫上海小王主 紧急是节目组问了延安 一个很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 宋雨琪适合当朋友 还是恋人 听到这话后 延安瞬间变得慌乱起来 因为打朋友听上去 像在否认宋雨琪的女性魅力 而打恋人的话 又容易对两人的爱豆生涯 造成影响 纠结再三 延安回答说 站在广告男性的角度 宋雨琪适合当恋人 听到这话的宋雨琪 立马很配合的 做出了一个娇羞状 有了他制造的反差效果 这个敏感话题被轻易绕了过去 没过多久 嘉宾们又进入了游戏环节 游戏内容是让演奏家们 用不同的乐器演奏歌曲 然后让嘉宾们 猜没一组乐器更加值钱 延安听完后猜测是A主 但其他人问他理由 时他又磕磕绊绊说不出 就在这时宋雨琪赶紧上线结尾 爸爸是音乐家 只算几年龄 宋雨琪比延安还小几岁 但他永远乐意用善意和热心 去照顾别人 这一点真的难能可贵